留下來的 放眼世界 把握環球機遇 接通各地港橋 堅尼地正經 馮之正 好 我今天輸了 你今天殺了我的操守匹級 你竟然買一件這樣的衣服 好噁心啊 大哥 你這件衣服 怎麼買回來的 大哥 各位網友 我特意為了這個節目 為了笑談中國經濟 簡直是無所不用其極 我特意找 我這集節目 我要不斷找新的道具吸引網友 所以我特意重金 搜羅了這件這樣的衣服 就襯你給這個主題 我就充滿了誠意 我愛國的心 簡直是幾個澎湃 各位網友 如果你覺得這件衣服 你喜歡我拿這樣的話 你就打個表情 OK 讓我表示一下 對這個 打什麼表情 當然是超級調查 沒錯 這件衣服 你這件衣服很嚴重 首先我先問一問 你這件衣服是真的嗎 不是貼上去的嗎 不是假圖 這件衣服你是在戲服買回來的 還是什麼人會穿這件衣服 我這個就要加錢 我這個就是exclusive 只是想著笑談中國經濟 話說呢 我才去大休 大休這個地方 也挺有趣的 因為很多網友未必熟悉 通常最熟悉的是首爾 撕殺列車之後 熟悉虎山 去旅行是濟咒 其實大休這個地方 有兩個點 可能你的書也有談及過 第一 大休其實有個228時間 第二 大休正正是三星三星起家的地方 好了 但這也不關事 你不是這樣穿著三星 你還是在三星找到老闆 你跟他說 原來三星是穿著這樣的東西回來的 沒有錯 然後就帶了一間古雀店 我很喜歡看一些舊的東西 我拿了這件衣服 然後我太太就說 喂 穿來看看 哇 你太太也真是愛你的 哈哈 然後我本來想著 沒有機會穿 但覺得有沒有什麼機會 因為現在台灣 又不會搞什麼萬聖節 那些 然後想一想 我終於想到 不是啊 跟Jacky做節目 有得想啊 Jacky說 講人民幣 我就是真的為了這個節目 於是我就買了這件衣服 為了希望令到各位網友 不要對我們厭倦 你知道現在做網台 競爭很大的 你說 不小心 掉了褲子 那些我們就比較難一點 是吧 他不是不小心掉了褲子 哈哈 為了網台界競爭遊戲激烈 還有我遷就你的主題 所以這樣 就是我拋鑽人肉 今天就找一件美帝的美金 這些不是用美金貼上去的 不是用美金貼上去的 下集 就讓你單單一件 用長角神聖人民幣做的外套 哇 這樣就真的相費 那我建議都是下一集或者後一集好些 因為為什麼呢 根據人民幣現在的走勢 應該下一集那件衣服會便宜些 不是啊 很難說啊 其實各位網友 我們今天定一個話題就是 說人民幣的前景 我覺得這個話題簡直是 比 是不是世界門人 或者有沒有外星人 是更加刁鑽 而且根本已經超越了一個 已經去到一個超科學 一個玄學的範疇 我覺得人民幣的前景 我是可以回答你的 我是用表示 我是可以很快地回答你的 你等我兩秒 兩秒鐘 是明亮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把黑招歌 哈哈哈哈 你是盲工診 你這個是盲工診啊 就是盲人 盲核子摸象的意思 不是啊 我打算太曬得太 明亮得太 要帶著 哇大哥 就算這樣的東西出來 我現在還不是要扮蒙面超人 真的不行啊 我想說 其實我現在買東西 有一個很大的原則 就是盲量呢 就是盲量呢 就是因為這樣說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神聖國的產品 就架裂麥美了 嗯 我就很想看有沒有一些其他國家生產的 那些 我一直都通常都找一些其他國家生產 但是呢 沒辦法 我就是要破破界 為了這個節目 為了這件衫 這件衫 最後為什麼我要 最後都要買呢 就是完全透視到現在那個 人民幣 那個 或者是 神聖國對於人民幣 或者外幣的態度 就是這件衫 是製造在中國 哈哈哈 最終能夠幫到人民幣的 都是要美金 你明白嗎 你倒轉了 根據小粉紅的說法 美金的組成 人民幣是出來的 美金都是 made in China 你真是 對 對的 不是啦 爭持美債 是不是 如果不是中國買了 有些美債就倒了 美國倒了 但這個我可不可以回到我們今天想說的問題 因為我們原本是來自一篇文章 即是怕觀眾 我怕觀眾嚇跑了 我也想過 我打算來講經濟 你們兩個人在做什麼 但我現在有個很嚴重的問題 很近視 大黑超看不到螢幕 讓我看看這篇文 嚇得我 所以 我記得 我們那時候為什麼會無端端說人民幣的文章 因為我們之前有曾幾何時看過 就是在說這個 Global Market 在Bombert 無端端出一篇文章 就說 全球市場 是要準備 這個人民幣 就是 人民幣的 大幅 大幅 大爆炸 即是炸起它 它是炸起了 還是炸低了 這個說法 真的令到我們很害怕 其實非常標題黨 其實很奇怪 就是都很驚 我很喜歡這個標題 就是用Big Bang去形容這個人民幣 可以爆升的 爆升或者爆跌都有可能的 但是 比較難以想像 這班立心不良的外媒 是說人民幣爆升 爆升你不會說 這班立心不良的外媒 我先說宏觀 有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就是 新年營 二四年開了 一個多兩個月 還有因為春節已經結束了 那你發覺 我發覺外媒 是比較誇張地看淡中國的資本市場 我不知道Jacky同不同意 都為什麼看得這麼淡 最慘的是什麼 已經淡了很久了 你還唱淡下去幹什麼呢 就是你搶到這麼低了 沒錯 但是你看看資本市場的表現 無論是股市、匯市 其實是挺困難的 老老實實 你說之前跌了很多 比如說開年之後 春節之後 上證是升 港股都去到萬六 人民幣都是7.2萬 人民幣都是7.2萬 那你就說 你托出來 一向都是托的 你要托到賭才行 我們之前說的問題就是 托也托不到 從托也托不到 到托就有進步了 但是我們 我們等一下看看有沒有機會 研究一下 為什麼外媒搶得這麼淡 我們回到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也是奇怪的 他就說 迎接這個所謂的BIG BANG 他用什麼切入點呢 他用一個option的引申波幅去做切入點 他就說 因為人民幣在春節之前 就很安靜的 其實說真的 人民幣之前一向都不是動得很厲害 他不跌就好贏 很安靜就是好事 他不跌就當贏了 是的 沒錯 他去到7.2.1左右 他就無出無限招 包括又不准沽空 又不准上淡 他就保持7.2 7.1 就是利岸 利岸7.2 7.2 在岸就高一點 所以 由於你的資產價格不動 你的option 其實就不太動 就是option的volatility option的volatility 不動 那你的option的價格 或者option的premium 就比較便宜 那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買人民幣的option 我就便宜一些 那這篇文章就說 根據某一些外資的基金經理就說 那他們就是 趁著這個人民幣的option 這麼便宜 就可以用很便宜的方法做對沖 對沖些什麼 就譬如說我買poot 那如果很便宜的對沖 如果它真的跌到 砰的一聲跌下去的話 那我就可以對沖的風險 那現在說到 就是說 他講的實例出來的 就是對沖到7.6 這樣 那我就幾疑惑的 你說人民幣會跌到7.6 在我們之前的分析 我們沒有變過的 是不稀奇的 說真的 那反過來 你說升到6.7 你也覺得不稀奇 那你想怎樣就怎樣 人民幣 我們判斷不了 那但是 就是跌是不稀奇的 但是你這樣去說法 就是你講到明 開口牌道說 那我們現在市面 買一些很便宜的put option 就看探蓋 就是其實是差再不說出來的 那這樣的情況 而根據經驗 就通常只有兩種情況 其他就是陰利 就是怎樣呢 就是它不動 其實不動 那 有些像 星期三 就是今天節目出 今晚就出這個NVIDIA的業績 又講到那個波風很大的 就是說 業績一開 總之上下就升一成了 大茶飯來的 要不就大跌 要不就大升 要不出來的結果 就不動 人民幣出來的結果 就不動 你以為 你以為 那波風很低 再低一點 不是 你以為7.20 維持了很久 再長一點 這是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 它真的動 你跟別人留言 這12碼沒有分別的 要不不動 要不動 沒錯 是沒有分別的 我聽完之後 就是動不動 但是你問我 我覺得最基本的理解 就是它打到開口牌 跟你說它買了很多很便宜 按道理 我是這個 我是這個中國的話 我就做一個星給它 我就升爆它 起碼就是做它一夜 按道理 你打到開口牌 還有你想想 Call Put Option 其實是一個對賭行為 它不是股市行為 從日一我們知道 Finance 總之 從Call和Put 就是一個Zero Sum Game 你怎麼會 將自己的底牌 擺出來 這是我是聽不明白的 沒錯 所以 只要就這篇文章 我覺得是沒有結論的 結論就像你所說 分析完了 等於沒有分析 是的 我覺得這篇文章 沒有分析方向 只是提出疑問 但是我們也有很好的角度 帶出 人民幣走勢是怎樣的 這幾天有一個新聞 也令到A股這麼厲害 就是它減息 它減了五年的LPR 市場就為之震動 因為通常是不太減一年的 那減息呢 其實之前也減過 減過淋淋種種類似 類似做的減息的物體 例如 減過LPR也減過 鋼準也減過 我們之前說過 做過一條white list 是不是 借錢都給你 拉給你 是不是 是的 減息有兩個問題 就是 首先 我們經常都批評 為什麼減息減這麼少 我們分析過了 最害怕的是什麼 減完也沒有用 減完的確沒有用過 為什麼呢 因為 各位網友 假設是靚銀行 現在你要借錢出去 好了 我給你便宜錢 你借出去 那你有便宜 你不是很想借出去 你借給誰 你告訴我 你借給誰 你減息的問題 不是因為他減不減息 而是客人不想借給他 你減多少息 我都不想借給他 恆大隔壁就是逼逼 是不是 恆大和逼逼兩個站在那裡 他說你是不是有便宜 我都不給你 沒錯 就是這樣 你的內貨價很便宜 是原因 因為你賣不出 你做制成品也沒有需求 賣不出 這是第一件事 但是副作用就是 你減息人民幣的壓力就會更加大 減息人民幣的壓力更加大 這個是正常的經濟利率 但是我們都知道 是 不需要這樣 不需要 純粹就是price 純粹是law of demand 純粹就是 純粹就是價格跌 這個利息跌 那你那個 劉率就是跌 但是我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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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用常理去判斷 這個人民幣的走勢 這個是因為它是非市場競爭的 但是我們嘗試在不能分析的情況之下 找一些能夠分析的方向 那 我們假設正常情況 它應該要貶值 它應該要貶值 是吧 好了 即場就出了第二件消息 我不知道Jacky有沒有看到 Bloomberg那裡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說國有銀行 再出來去捍衛人民幣 有看到 其實這個就不是消息 這是每天天工作的 你怎麼擺出來 沒錯 我的工作 list 每天都在前面 都在寫著 沒錯 等於有人跟他說 Kelvin和Jacky 每個星期出來做節目 這不是新聞 如果Bloomberg突然說 Jacky和Kelvin 今個星期又出來做節目 那為什麼會是新聞呢 OK Jacky和Kelvin 今個星期又出來唱好廣告 我們每天都唱好 什麼事 好了 那就是 又出來頂人民幣 那就是要頂 那就是有貶值的壓 那好了 我們要探討 究竟 他頂不頂到 我們先假設他要頂 而且他要有下跌的壓力 第一 問題就是他要頂 這個不用假設 這個一向都要頂的 是的 那我們的問題就是 頂不頂到 而且如果頂不到 會跌到去哪裡 還有頂到多久 這個就是我們 真的能夠探討到 一個大家可能最有興趣的議題 因為也牽一發動全身 就是這個人民幣 因為作為中國的資本市場的一個防線兼 一個最重要的指標 就是人民幣 第二個就是 不小心不斷借錢 還是造一個什麼人民幣市場 給俄羅斯 和其他地方 搞到他不斷在沽人民幣 但這兩個已經是一個既成事實的東西 而且已經做了很久 我猜經濟差就繼續差 但是差的壓力 我覺得應該暫時放緩了一點 因為他發明了一支很厲害的招式 你破產 但我不讓你清盤 你實質破產 但我不讓你清盤 你的銀行應該不夠錢找數 不過我不讓你提款 這一招其實是可以暫緩 這件事可以暫緩很久的 第二招就是 在外地拿著人民幣消費的東西 我不是很覺得近來很暢好 不斷說很多俄羅斯人來香港 就是阿根廷已經取消了人民幣的協議 其實我們的人民幣壓力已經在減退了 就是下行壓力 第一次我們說的人民幣 突然變一鑊的時候 剛剛就說到 擴大 比如俄羅斯和中東的人民幣 在雙邊貿易的佔比 我們那時候已經很偷笑 就是說 你增加了人家手上的人民幣 人家就沽你了 就是這麼簡單 我猜他們是聰明的 可能會有溝通 你不要沽啊 你這樣就不對勁了 我們談好 你可以用人民幣買的東西 我就買這些東西 你就買了這些東西 你買完之後 人民幣就馬上扔出來 扔散我的 大家就沒有下場了 我覺得這方面是這麼低了 我逐樣回答 你說一定要頂人民幣 你說種種原因 我其實覺得 我覺得他也不知道要頂你做什麼 說真的 因為呢 人民幣跌是不是這麼嚴重 我們之前有探討過股市的問題 股市跌不重要 就是你升少少又跌 升少少又跌 升少少又跌 過年前連升三天 我節目的標題就是 齋戒侮辱三天就等A股 結果齋戒侮辱完了 結果就站在那裡 現在又是16點 大家覺得我升到差不多 我又給你割韭菜 你不如一下就跌下去 其實人民幣也是 現在你經濟差 經濟差的原因 或者這樣說 你頂住經濟幾樣東西 一是來稅 一是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投資 就是收橋補佬 建基建 這個就死了 那你來稅供不起 那你只靠外貿 那你供外貿的其中一個方法 你唯有貶值 其實我不是說貶值是一定好 或者一定不好 但是 是有一個效果的 貶值 就是說你能夠 叫做刺激出口 那我明白的 有些人說 現在的人不買東西 還有很多人買中國的東西 反過來 英國對於中國的貿易 依然是第一貿易伴侶 英中之間 因為我們是不買中國貴價 但是繼續買你的便宜價 那些天虎招數 但是我覺得 是不是真的需要價格的優勢問題 當然 越便宜是越好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按道理 其實中國已經在出現通縮 然後那個供給則 其實是繼續改革不到的 不斷把貨品 不斷便宜出去 現在簡直唱到要輸出通縮 那就是輸出通縮 所以按道理 其實它不用怎樣 劈價 其實它的貨品已經很便宜 再劈是不是好些 我猜是 但是 說真的 我們也吃不到那麼多 我們買了多少個 紙巾 打火機 一般餐盒 你再便宜 我唯一可以有好處 就是你那些EV出口 就是你那些電動車 可能會多一點 只有這些 是否真的要再劈 我不是說 劈價 我不是說貶值有用 就是貶值不一定很大用 但是貶值是會有效果的 就是如果我們相信 法律的需求 那你便宜了一定會多了需求 但是我覺得就是 但是它貶也不貶 現在是在害怕 它簡直是容易 你要頂人民幣 反過來你給它貶值 如果急速貶值 有個風險在 現在我覺得想探討值 人民幣不貶又怎樣 不貶的風險又怎樣 反過來另一個問題 就是我貶了我會怕些什麼 我是不是很多時候 中國要買很多東西外面 我們是要買很多東西的 我們其實是兩頭貿易 來的 我覺得是怕失控 你知道共產黨 安全係數很高 但是諷刺的 你越想說 所有東西都在控制 就全部都在控制 我首先就說 人民幣是最後的防線和指標 因為你A股死了 債務死了 然後比較能夠 規探裡面發生什麼事的 H股 就跌一半 這些基本上是很明顯的 那你就剩下人民幣 人民幣一跌的話 就機可肯定 你的經濟就好不跌 資本市場就好不跌 所以他怕就是怕 第一 給人肯定經濟有問題 還有怕雪口效應 再走 你的樣子很壞 想怕被人好 你的樣子很壞 你的樣子已經走出去了 哪一個覺得你的經濟好樣 你的外表是這樣的 大哥 他可以支持 這樣說 如果當你的股市有這麼便宜 你沒有一個人民幣貶值的風險 你也可能有些外資 你們這些股市是一塊錢 就是我們炒錢 我們炒錢 是真的有的 比如說 比如說 美股升到那麼高 日股就破紀錄 印度是破紀錄 當然會繼續有資金 繼續追捧這些市場 但你怎麼都會有些錢 如果你有錢 你怎麼有錢 就覺得 不如炒少少的H股 只要人民幣 不要恐慌性的變值 受到土耳其股市都會升 你不会买土耳其,因为它可以贬值 委内瑞拉星你买买,你不敢买 因为货币可以贬值 人民币不贬值,可能可以勉强这些风险 刚才所说的那些 但我想说,人民币不贬值 也不是没有风险 就是你的美金用得多快 你去到这里,我先当人民币先说贬值 你本来先说你的美金三出来 你看人家多奢侈 人家的美金不够,你还要拿来做三 我就是要响应这个强角 响应伟大的强角就是要存在这里 要告诉你,美元资产多么重要 所以我响应这个央行的中心思想 但你刚才说到贬值也好 其实我考虑了很久 人民币贬值,我哪怕贬值到八算 有什么问题呢 当然我们两头在外,有部分原材料价格是高了 可能会输入性通胀 但是根据你想想,如果我们做到 连别人压钱,我们都可以压得低 又或者其实人家明明已经破产 但是我不让你清盘 你搞到我们香港的清盘人没东西清盘 清盘到去找KPMG 恒大清盘人又回不了大陆清盘 最后找了谁开刀 现在就拿了鹿兵行永道去开刀 说你有机会赔钱 你不要紧要的 如果控制都控制到这样 如果我真的称人民币大贬值 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民 是不会对外出去买东西的 你想想,我们香港人都有这样的心态 自住层楼跌了无所谓 我们这些东西都骗了自己这么多年 你跟大陆的说法是一样的 你跟安徽省、甘肃省的人说 自用人民币跌了也无所谓 这些东西应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是不是? 我也同意的 我完全同意 我们一早都说了为什么不去贬值 我们只能说推测 我们推测天意 第一就是先说 被人的印象 我们很不跌 那你就很有压力了 你的天子权威可能会不报 可能,因为可能成人 第二,我觉得他怕不知怎么跌 你一跟他说 最多跌到八 我觉得他会放的 你不知道 我用另一个比喻 一定会明白 其实为什么不可以让香港人民住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说这些东西 你就说这些东西 我想说这些东西 因为他就是说 你选长毛啊 你选长毛怎么办 就是这样 我一给你贬值 你选到十八那怎么办 我们不会吧 你贬一点 我最多都是选曾俊华 不会选长毛的 全世界都选曾俊华 我们只想选唐英年 我们选曾俊华 我们已经很感动 想哭了 已经觉得民主战胜归来 不是你就是会选长毛 那你没得跟他咬的 我觉得那个认识 因为他们是 没有市场经济的认识 就是他们全部都要 规管 一有问题就越管 越管其实 人呢 你都可以管到变奴才 市场的经济不是一件这样的回事 经济越管是会越死的 除非你很懂管 你很懂管就不会有问题了 你就是有问题才能管到这样的 你还要再管 你一个医生 你都不懂得医 你还要再收拾两只药 那是不是死多两千重 要管其实就是要成本的 我真的要你要管 逆流而上 我的N转要吃油的 现在 去到你刚才问的问题 我吃了什么油 去管我的人民币 曾经何时这个又是建制派和内地小粉红整天都问的问题 中国很伟大的 我们买了很多人民币美债 我很多人民币美债就可以 有什么时候我就抛人民币美债 对不对 不断抛售人民币美债 我就可以成功打击美方 但我没有 什么人民币美债 抛售美元债券 对不起 抛售美国债券 如果我不断抛美国债券 我就可以打击美方 但是这个说法 其实最近我们知道 其实是方话 你的人民币有什么 其中只有几样东西 最大的抛售 除了黄金之外 就是你的人民币 里面买了大量美债 美国国债就是你抛售人民币 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 下一句问题 现在美债 我试过有一段时间 你这句很疼 对于玻璃人来说 什么人民币靠美元 美债抛售 我接受不了 你反过来 这个真的问了很久 你人民币兑换拿什么来抛售 你反过来 当然拿习大大的威信 也是可以抛售 对不对 当然 但你跟甘肃省说就可以了 因为甘肃省的人民只是在甘肃 你跟上海人说就不是这么想的 上海人要出国的 对不对 刚刚中国公布了 他就连续两个月增持了美债 但这个数字颇滞后 他说的是 持有国债的数字 就不是每个月 即不是公布上个月的 是比较晚一点的 但也算是增持了 起码在这段期间里面 因为美国会公布 他也会公布 有些什么国家持有它的美债 这个大家一对就对得到 这个没能力 就像出入口那样没能力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你说过是真的比较深层次 我说过你这个深层次 你觉得很对 他那个所谓外汇储备 几万亿 其他东西我们就真的证据不了 你说有什么资产 但是肯肯定的 你说我有八千亿美元资产 有八千亿美元债 有九千亿美元债 那这些就是硬的 可以换到美金 可以变卖到美金 可以拿来洗 我们起码相信你 一定有八九千亿美元 是真的 其他那些是什么 我们真的不知道 也很厉害的 有八九千亿美元 你又没有了 我觉得你说这个很对 大家真的深水清就知道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更加讽刺的 比较表面的原因就是 你的美金 你不买美债 你买什么呢 就是我问回你了 你跟你的原因有点伤痛 就是 因为美债会收息的嘛 继续会收息的嘛 收了些coupon raise 好了 中国央行 假设收了几百亿回来 你买什么呢 你买黄金 你一直买黄金 你一直买黄金的了 OK 你买外币 难道你买比特币吗 更糟糕 是吧 比特币他不是不想买 他怕他 他不可以明白 那央行 绝对不可以明白 就是拿你的比特币 是吧 接着 你买外币 更糟糕 没什么好买 你就又死死地气 买回美金 那是不是美金做了什么呢 你不可以买美股吗 你买美股 最大的美元资产 而且大量供应 在市场上 就是只有美债 而且美债 其实你猜不到 它是非常水平的 一个很重要的资产 人民币不断 中国不断抛售美债 你有没有见何美债 但是拋了就没人接 对不对 是啊 你不就是再拋一点 大家都在等着你 你一拋出来大家都在接 两个东西就和你全接 这是一个胆小鬼游戏 我中国有几大武器 我扔一些美债 你怕不怕 然后如果对方回答他 这样就糟糕了 其实现在我们看看 中国持有美债 对美债对美债整个整体债务的 不是很高的 美债其实一半以上是本土 自己吃光的 外面吃光的 中国也不知 10% 20%左右 所以它是一拋就 欧洲吃的 还是 買一拦就 美债 美债 即美债 美债 美债 即美国国负债ד 大约33万亿左右 如果 中国持有9000亿亿亦不会少过8000亿亿 就是9000多亿亿左右 那就占大约是 你好像这么说其实都不够3% 整个债务量 当然他说少不少 如果你突然一分钟里面扔9000亿的话 那都会拆到他的市场 但是整体来说 你讲得对的 以现在整个市场对于未债的需求量来说 一夜就给他立了 但是反过来我刚才说胆小龟就是 如果你的外汇储备里面是没有未债的吧 那你人民币的公信力会不会有影响呢 没有 因为有大带 那你就试一下 我赞成 中国人为什么要挨美金资资 中国人不应该薪美金 Target 我们依靠债贷能 upon 7? 现在就是因为需要美债的变897.2 很多到美元把的时候 所以要挨美金归 begin什么 现时 对于是天朝之国 谁不是买这些产品 对吗 人民币要买这些产品,你为什么要赚美金 对不对 所以我赞成 叫中国抛审美债 好了,我当它现在不抛美债了 按道理,它要顶住这些人民币的东西 它用什么去顶住人民币呢? 它又何来那里来的美金顶住人民币呢? 刚才不是说的,还有几千亿的 第一,它有外汇储备 第二,它每年的贸易顺差也有几千亿 顺差只有几千亿,但它收不到几千亿 但我认为它最少会增加几千亿 它一年的顺差大约有五、六千亿 这里有一条数据,而且它最强的数据 它是香港的 香港的数据很鬼 因为我们不能在库房里挖旧美金 然后陈茂波抬给他,好像穿着衣服 然后说,我六、二、三来,不行 所以我们那条数据,那里有点鬼 我猜其实最主要抵抗人民币的数据 就是外贸顺差而已 那个顺差的数据是一个很大的 顶住人民币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一说顺差 你就看看我们香港的港口 你看着我们的港口 你就会发觉那个顺差不是很顺 就是越来越小的 越来越小的 而且美国对中国的顺差 是好像十年还是二十年身底 就是慢慢地缩绝 又说到一个玻璃深一碎的消息 美国成为了全球外贸額第一的国家 越来越过中国 但是中国就是车子 我不是不稀罕 好了,所以他有以上那几种方法 就是外贸一种 他本身有库房 他借着香港 这个比较大的数据 所以美金那么重要 所以为什么要跑山 你看到王毅欧洲之旅 哇,真是这么客气 在可惡的英帝面前 英国亡你之心不死 你竟然跟英国说我们要互相合作 但是这个是明白的 所以王毅就懂事 看到习弟这么辛苦 跑山就到你跑山 所以有些旧电视也很懂事 有个叫崔天海 以前驻美国大使 刚刚回到美国又说了一场话 他就跟你说 台海局势的东西 我们不会掉落这个外国人制造的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陷阱 你们搞什么我们都不打你 哇,就是了 现在全力抢外资 好了,我们回到大家最后可能很久很想关注我们的节目 想探讨话题 人民币值多少钱? 这个是超级目的困 你计算到的话 你计算不到 刚才我说的就是 因为人民币贬不贬呢? 这个都谈到难了 这个话题 我就觉得如今集说 如果不贬 刚才我说的 如果不贬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不贬你继续用美金 OK 其实你终有一天 如果你用光 你不会用光 我相信 但是你信心危机的话 会贬到多少呢? 我发觉很有趣的就是 有一件事 我们很早之前说了 现在就铺天盖地这样说 就是说钱供应 就是说 因为你要想理解中国的人民币 大家都很想知道 中国的人民币值多少钱?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有多少人民币? 嗯 有多少人民币? 那现在你youtube搜索呢 或者你用不同的平台 很多人说这件事 就是说有两个角度的 第一个角度就是说 中国的M2就是世界最强劲 是不是? 就是发达体里面 因为40万亿 最强劲是最多的 那不是叫强劲 是的 发达最多 中国的M2公布是40万亿美金 大约300万亿人民币 那么中国的GDP大约120万亿 120万亿 就是说大约2倍多 就是给了经济产量 印多2倍多出来 那这是第一个数 那第二个数 就是只是2023年 大约印多 应该20多万亿人民币出来 OK 那就是印了几万亿美金 2023年印了几万亿 2022年印了几万亿 几万亿美金是什么概念呢? 其实全世界最大国家的GDP 除了美国 中国 打后就应该是德国、日本之后 你排第五、六的GDP 都只有几万亿而已 就是你印了别人整个 全年的经济总量出来 好了 这是第一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 你现在跟美帝去比 美帝的金额供应是少很多的 是的 有20几万亿左右 但是 美国的M2 是有个问题的 就是它有些东西不算 比如10万以上的定期存款 也不算 有些什么企业拿着钱也不算 所以我觉得不要跟美国比 你和你自己比 OK 那你印了40万亿的美金出来 那么多不多 当然是很多 是啊 那第一件事是很多 第二 我们最简单的角度 就是你印那么多钱 当然是贬值 那它不贬值 你不贬值 你要解释 你不能这么一句 就是说 因为它的价格定了 这个就不是那么简单 你去到几十万亿 你挡不住 如果价格定就可以 那股市不用跌了 楼市不用跌了 就是你挡不住 可以有个做法 就是它为什么印了一块钱出来 所有东西都不贬值 或者你认为资产价格提升 那为什么不贬值 就是我印出来只有两种作用 一个我拿出来还债 一个就是我拿出来不知做什么 就是我去一个鬼城 鬼城没人用 那我印了几千亿 开了一个城 那城没人坐 没人要的 那没有事物心 没错 所以我先研究这个问题 我发现我研究了一个 就是你所说的 一个很奇怪的结论 就是因为它的钱印到鬼城 去还债 去填盘 那钱不回来 那便没有变值 那也不用变值 比如你印到鬼城 鬼城又没有人住 你又看不到鬼城 那我印到钱 和没有印到钱 有什么分别 那是否有些问题 我真的想了很久 其实我经常都想找博士去问问题 其实是否可以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你简单来说 就是我开了一部印刷机 然后我印了一堆 不是当我印人民币 我印了一堆大富翁币出来 我用大富翁币 去建造鬼城 然后鬼城又没有人去 然后又自己拆了 又没有事发生过 其实我印了那堆的大富翁币 和印了人民币 是应该没有分别的 虽然 其实我知道 市面上有很多工人 收了我的大富翁币 那堆人 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我就不知道 其实我们按道理 就是从自由经济上 那些积架 它是不是很大 呢 就是这个积架 有空间 你用美金 所以 瑞士 沟通 好像转着 那你不會印多了 但是中國怎麼印銀子呢 我當然知道它表面上的解釋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它繼續這樣 你不要說它真的印銀子 譬如它減息 如果我令到銀行借錢出去的話 M2會增加的 那這個我們叫放水 我不要叫印銀子 或者放水 銀行不停借錢出去 那些錢借了出來 我們還債 我們建鬼城 市面上又沒有多了人民幣 那就不用貶值了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市面上不會比人民幣多 因為你還債的 那你總有一個收稿佬的 你建鬼城總有一個員工 員工也吃了人民幣 所以市面上是多了人民幣 但是是不貶值的 市面上沒有 譬如你是開發商 OK 然後你就要開發 你問我借錢 那你當我是借房也好 你當我是買樓也好 那我借了100億給你了 那你欠了100億嘛 那你建了一層樓了 那爛了沒有了 沒人住了 那你欠了100億 那你借了錢 那我借了一層樓了 那我借了一層樓了 那我本來有欠錢 現在沒有欠錢 那我不會有賺錢的 也對 但是同一時間 但我起碼是多了少許薪金 少許薪金 不是拿到整棟樓的錢 也起碼拿到少許薪金 而最可憐的是那棟樓 不知道是在做什麼 你看到一棟爛尾的樓放在那裡 那經濟會怎樣 如果M2增加的起點是內銀的話 那我們最容易見到 就是我一直都說 那其實只有內銀的債務不斷地增加 因為它不斷地借出去 而且不斷收不回 不斷懶尾樓 沒錯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內銀的五藏六虎 是越來越毒的 但是這個問題是我們解決不了的 因為過幾集之前我們有說過的 內銀的病 雖然是可以百毒前身 但是病徵是什麼 它要發燒 它就要有人來擠提 但是它不會擠提的 對不對 你擠提出紅馬 我擠不到 是的 所以這就很有趣了 現在我就是這樣出現的情況 如果人民幣貶值 那我們能夠 哦 錢只會流出去 是不是 錢只會流出去 或者是 除了貶值還有什麼出現情況 如果人民幣貶值會通脹 一貶值一通脹 又沒有通脹 又沒有貶值 那些錢完全是 除了田肚和爛尾 其實還有一件事 還有地方去了 但是結論也是 錢不流出去 還有第三件事 就送給外國了 是的 沒錯 伊朗要了 我們先說內號 先說內號 如果是內號的話 純粹是我們自己田肚的話 我們就說內銀那本書 是會越來越差的 我們明白的 內銀是很差 但是我們保留在溫室的情況之下 它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我們看電影 通常怎麼才有戲做 就是溫室有問題 突然一聲就出了個洞 突然大風沙 突然停電 突然那個太空衣就 一聲就出了個洞 一定是在外來壓力耗的情況之下 你才會測試到你的問題 好地地 經濟好當然沒有問題 現在經濟也不是特別差 你說中國很差 那還沒算很差 還沒人吃人 還沒人吃人 你比起COVID 你比起科網 相差很遠 問題是如果你下次再面對這種情況 你中央的金融系統能不能夠 這個你明知道 我認為是會爆發的 反而反過來 我覺得是不會爆發的 我跟你理解不同 因為你剛才說的所有科網爆破 零八海嘯 雷曼債券 全部都是一些結構性出現問題 然後導致整個大炸彈 一聲要倒下去 好像堆沙堆到某個位置 就要突然射出來 這種情況只會在自由市場發生 現在這種情況似乎是甚麼呢 譬如說現在我們爆發這麼多間 為何恆大爆壁壁爆 每間都爆發的時候 但我們經濟差極有個譜 你看到我的利身 我小弟還是持有這個 我是拼多多支持者 我是拼多多支持者 你發覺我是拼多多支持者 有眼光 我是不是拼多多的東西 但是我是買拼多多的股票 你會覺得拼多多可以 其實他表現不差 他制裁之前我覺得很好 趁大家未制裁 要有得升就升 但是你會看到 這些公司還在穩健上揚 現在內地還有很多很火紅的平台 又或者所謂的大貨經濟 大貨經濟是做得很好 大貨今年其實創了歷年最高的收入 而且大貨經濟是典型的一件事 就是加價下流 我們是劈價促銷 沒錯 嚴重通縮 我經常都不明白 大家很喜歡看那個 內地有個叫三隻羊小羊哥 大小羊哥 很明顯你不看大陸網 Tik Tok 你真的要看大小羊 它是我們現在大貨最中一、中二的銷售 但是其實你每一次看 你不要看他賣什麼貨 他賣什麼貨不重要 最重要是他買兩樣東西 第一 就是他怎樣品牌那件事 是曾幾何時高價產品 例如說紡織物 他近來大量的紡織物 第二就是看他扣多少個百分比 接著近來他在搞新 campaign 其實那個 campaign 很劣絕 因為大家看就看到了 他會跟你說 以前有很多中高價產品 扔不了價 現在大小羊哥幫你拿到價 中高價產品也幫你打到一個很大的折頭 其實你就知道這是典型通縮 你說這個情況 通縮就是鬥便宜 所以你說大貨很熱 沒有意思 你知道這件事我們叫做認真利 他收入很增加很多 但是他利潤是減少的 譬如我做一百元生意 我做到一百萬生意 但我每一筆生意賺一千的 你賺起來都得過吉 其實你看到Tesla 開始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我補充說 當你在通縮 現在你都可以說是局部有些東西通縮 而且是慢慢來的 但我相信 很慢的 是 這樣才是恐怖 因為你的通縮的預期會怎樣呢 就是人們不會花費 還有人們不會投資 因為那些要越來越便宜 我就是想跟你說這件事 剛才你不是說 在自由市場底下會突然降落嗎 現在中國的情況 是每次大家只有通縮預期 大家只會慢慢躺平 然後不會有一個大落出來 然後反彈上去 可能從整期的三年上去 其實我們會慢慢向下跌 如果你慢慢向下跌 浪文應該不會爆 這個就是最好的情況 好像日本那樣 死了幾十年 但你沒有日本那麼好 因為日本當時已經以發展中看 我不是說 自由情況之下會慢慢降落 不是啊 降落起來 或者自由之後還是會降落的 我只需要說 如果沒有外來的問題的話 那它也可能可以拖拖拖 空間換取時間 它沒有哪有外來問題呢 經濟是覆蓋封鎖的嘛 你看到溫度不斷升溫 什麼溫度不斷升溫呢 就是高息 果然美國反高潮地 又沒有那麼快要減息 你現在中國也減息 你美國也減息 那錢會流到哪裏 不是流到美金 那覆蓋是鎖的 如果你在香港 我就轉了港幣 去美金定期 那覆蓋鎖住了 你就由得你高息 中國人民不吃者一肚 是啊 那是不是所有錢 那是不是所有錢都封到 如果所有錢一元一毫都封到的話 那你的經濟是停頓了 你有沒有 你有流動 就一定會有機會走到 你是很難的 成本很高 成本很高也有機會 那好了 我們先就此別個 因為你說不爆 是因為它完全封鎖了 那我的點子就是說 你的東西慢慢越來越便宜 第一件事是通縮 你的資產格格一定會變成 終極 那這個資產格格 體現了你的資本市場 你的貨幣 所以為什麼我 雖然我很看好這個AX Group 但是因為 我們用經濟理論來說 我就想不明白 為什麼要投資 一個有通縮情況的市場 那這個交給大家了 因為外國 但是 這個一定是真的 不是 不關外國時 純粹看好 就是相當之有信心 但是 你那個 剛才說 之前中國都經歷過很多這樣的情況 之前沒有爆 之前的資筆底就是沒有這麼誇張的 差很遠 但是我先把這部分放下 這部分可能有一點悶 我們說 除了說那些錢 用來填堪 什麼鬼城 就是填堪 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所說的一件事 那些錢流出去 那這樣就精彩了 近來那些錢流出去的消息 你砌一件事 你會發現 你有理解 為什麼那些錢 不在中國那裡 會變成通脹或者變值 因為流出去的錢實在太誇張 有什麼不同的方法呢 買金 買金是買到 嘩 真的 如果說 買金與走金 就是用金去走資的大傳 中國如果寫一本百貨傳書 就是 拿諾貝爾像 如果大家 我是一個很喜歡看這個 抖音TikTok的朋友 為什麼呢 現在很難看到中國內情 抖音 你知道最近最流行的其中一種片嗎 這幾年一向都有 有些是開玉 就是那些盲盒開玉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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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不知 綠色又會有錢 又會沒有錢 但是最近多了一個 新的MEMES 出來了 就是 檢查一下金是否真的 不斷驗金 很多 你發覺那些驗金的情況 很多很多 你說玩那些什麼 紋碗 玩玉 等等 其實整件事 就像是一個賤 來的 你就當笑 如果大家開始檢查 那些金是否真的 這個就不是 那些賤的問題 大家真的有一個 購買金幣的需求 而內地好像有幾篇文 已經上了 《Financial Times》 就是內地的周生生出來說 就說買金的熱潮等等 但是金也是那個問題 跟阿芬總你說的一樣 金你要運走出去 真的要偷運 現在很厲害 現在運到是用很小的 第一 還有知道什麼 金鍊 金鍊 金器 喂 我拿著兩個龍鳳鴨出境 你不要說 你不是拘捕嗎 是可以拘捕的 千萬不要 對 沒有錯 千萬不要 因為近來已經有幾宗 出事 不是拘捕龍鳳鴨 拘捕了什麼呢 那個我猜是因為莫財 就是有個內地旅客在香港買了包包 回內地 把包包回內地的時候 按道理 其實我們是有入境奢侈稅的 所以其實是被人打了稅 以前是不看的這些東西 現在全部都看 所以我也很懷疑 可能在這十個月內 如果你拿著大金額 好像穿到HIP HOP 那樣 一條粗金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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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喂 還有幾宗新聞 就是 這個你可能會比較熟 如果有加拿大的網友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英國和加拿大都走了不少人 就是什麼呢 收金 就是收了很多非法收金 破獲了這些金的集團 法國原來的金牙很誇張 這個現在是新加坡加拿大和英國都嚴打 這個Jerky有興趣可以發掘一下 你在英國的話 你就會發覺原來中國人運金出來是無所不用其極 你說不是吧 每個人都敢運 每個人都敢運 一萬多千敢運 那個數字很誇張 即是一班主婦帶著十隻金戒指走出去 呦 呦呦呦地走 是呀 螞蟻搬家人海戰術 運了很多敢出來 所以我常常提外話 千萬不要做 因為這真的是犯法 我真的要和大家說真的犯法 是不是有很多香港人 經常回Costco超市買東西或收拾便宜貨的 我經常覺得你在內地買金回來賣 你賺的錢有機會是賺得多過你去Costco 在內地幫人慢慢每個星期運金過來 其實那個錢一定是遠超於你在Costco買的錢 我不是 有很多人經常賣金上去 是呀 就是假金多 這個才是財路 賣金上去 賣金上去是合法的 你帶下來不好 他用其他方法帶下來是一回事 但是你賣真金上去是可以的 是的 金是一個 第二個 其實我之前做 因為我做美股節目 我覺得奇怪 基本上所有的跨國企業品牌 你牽涉到中國的營業一定是頭暈的 一定是說你現在看淡 就是那個銷情衰退 唯獨一個行業 幾隻龍頭出來都說大中華 主要是中國 銷量和展望都是很好的 奇怪 為什麼這麼平衡時空呢 中國內需的問題都很明顯的 零售銷售 CPI等等 為什麼這幾個龍頭 會說中國銷成好 是什麼版塊呢 奢侈品 你看幾個奢侈品的股價嚇死你 LVMH Ralph Lauren 都要賣這麼多 為什麼呢 是可以運出來的 這也是不應該說的 反正講到這裡 講了這麼多年大家都知道 你拿著兩個包包走出來是打不到碎的 因為你剛才說的 你好像很YO 走出來 你一YO 那一下 你幾HIP HOP 出來 那你就看到海關去迫你 YO 難怪之前中國有EHIP HOP 整個關口都是這樣 Skirt skirt的 拿起雞 他就嘟嘟的 沒了錢 但是LV LVMH 那些為什麼可以呢 因為你拿包包出去 整天都是用一個很奇怪的套語 上次是不是有個女人很瘋的 在香港被人打碎 回到大陸的時候 十居其九是打不到碎的 除非那個是靚妹 老手那些老江湖通常說一句 A form 超A form 超A form 你不相信嗎? 我去深圳買的 跟我去深圳買的 對 這樣說其實以前是過了骨 我現在不知道行不行 而且因為你手撿兩三個手袋 一個太太拿手袋 是比你拿黃金 黃金其實是一個很重的物件 但是你拿一個手袋 已經說了幾十萬 我撿鱷魚皮 對 對 沒錯 所以這些行為的背後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人要運錢走 運錢走有幾個可能 有幾個需求 出自就是 錢放在牆內 他們不安心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錢 保持在人民幣那裡 他們不安心 這兩個不安心 就讓他們盡量把錢拿走 那這個呢 這個呢 調數有多少呢 我們真的很難計算 但是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人民幣不跌 沒有通脹 就是那些錢 要麼就內耗了 要麼就流出了 那就是說 我覺得未來 其實差不多時間 我們又說了45分鐘 就是了 最壞是你 但是你去到外耗這一部分 最後也要說一說 其實未來的外耗會更加嚴重 因為剛才像你說的 我猜那個人民幣爆 內銀爆不了的 有任何行政手段 是可以解決了你這個內銀劑提問題 但是人民信不信 這個人民幣 就真的要閣下自己想 我就很信 不過我就看到 深圳超級市場 和深圳上場的人 好像不太信 他開始是收港幣 我覺得是這一刻才離譜 你怎麼可以容許一個非法定貨幣 在本土裡這麼大量流動 這個我覺得 遲早 我覺得深圳的超級市場 是會禁止這件事的 是禁止 沒有所謂的 不要緊的 你刺激到市場就可以了 唯物辨證法 最重要是對 港幣有用的時候 充分利用 長期利用 充分打算 不是 充分利用長期打算 如果整件事 就像我們香港的黃絲理解 就說 我們將港幣或美金代用券 送回大陸救國 將它在那裡買Costco Costco轉回人民幣 救中國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選擇 但我總是覺得 你要想想這件事 中間有一個隱形 Costco公司的老闆 就是拿著一堆港幣 要兌換人民幣 What if 那個隱形下來香港 存在自己銀行 還有What if 如果港幣說完很好 即是突然去回一對一 不是去回一對一 去了一對一 深圳回去有幾間 已經收一對一 這個很嚴重 這個就是分裂國家 以下犯上 鮮動仇恨 所以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繼續再淡本人民幣 我會盡量 每次都記得 我都要將回憶 美金前面 去提醒大家 去提醒大家 是中國人的 不要用美金 豈有此理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 明天回來繼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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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記得我講過的說話 因為你很重要 只要有愛 就可以將像小石頭的小孩 變回棉花糖小孩 希望學最新他本 小石頭 帶大家共見同美心 為什麼你這樣都學不懂 這句話會不會是你的心聲 有沒有想過小朋友 到底為什麼學不懂呢 希望學新繪本 文字總是看不懂 和你一起看懂 讀寫障礙小朋友的內心世界 謝謝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裡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 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職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街的時候 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裡我願意請大家支持我們 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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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